幸福料理在幸福站 Good 幸福站 幸福站 好 今天呢 要帶我們通往幸福的道路的人 就是我們的咪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咪嚕 OK 咪嚕 今天要帶我們做什麼東西呢 今天要帶大家做的這道料理是 甜蜜蜜 甜在心的水果糖葫蘆 Sweet 沒錯 而且非常的簡單 我知道 一定的 這麼容易就被發現了嗎 好 那妳要教我們怎麼開始做呢 好 我們今天就準備就是 像我們想要糖葫 最重要的就是水果 那有梨子 蘋果 櫻桃 還有奇異果 是 對 我們剛剛有先處理過 就是先把它切好了 OK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拿竹籤 把我們想要吃的 鑽起來 把它鑽起來 都可以 但是他會建議說 它的皮就是比較有嚼勁的 我個人會覺得 因為奇異果是比較軟的水果 其實我們底應該放蘋果 奇異果可以放中間 沒關係 下次 我可以多做幾個 OK 而且就是為了色彩繽紛好看 同色系不要一次用兩顆 奇異果是比較軟的 容易鬆散掉 所以我們上面下面用比較 稍微硬一點的水果 來當基底會好一點 我幫妳拿好了 我幫妳拿 妳來串好了 我幫妳拿這個好了 妳幫我放水果就好了 我可以換這個嗎 它也是硬的 Sure 所以妳今天要教 還要做我們做糖烏爐的糖嗎 對 糖漿 如果沒有教我們做糖的話 那就太滾了 這樣就結束了 如果沒有做糖的話 這樣就結束了 OK 好 糖烏爐的水果已經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做糖烏的冰糖 糖漿 它其實不是冰糖 像我們都知道冰糖烏爐 它的糖 它是要用白砂糖做的 是 對 白砂糖加熱的話 是不是容易焦化老師 對 所以我們 對 就是一般來說 有一些你在外面看到的糖烏爐 會紅紅的 他們會加一些食用色素 是 對 然後其實這樣是最 對不起 妳是失手嗎 沒有…要多加一點 我以為妳失手了 那要加水嗎 先不用 等一下 乾炒就對了 對 過程中裡面都要保持乾燥對不對 對 然後有些人喜歡 妳可以加一些奶油 而且其實像它很容易焦掉 所以我們要一直的 一直去翻炒它 然後火不要太大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點融化了 就是跟剛剛的顏色不太一樣 有點融化了感覺 融化了 有點化掉的感覺了 對 對 這時候火要關小一點 因為它很容易就是焦掉 會變焦糖 那可以換成紅砂糖嗎 紅砂糖可以嗎 比較不建議 對 對 因為它炒 像白色它會炒成變成黃色 對 那如果說我現在是紅色的 它會變得說就是太黑 而且會不會比較容易焦 好像我們小時候吃那跳跳糖 在嘴巴裡面嗶嗶嗶嗶嗶的感覺 對 其實這裡也可以加那個巧克力醬 對 可以加巧克力醬嗎 怎麼樣 我好害怕巧克力醬 真的嗎 因為巧克力醬 之前有香蕉 對 因為巧克力醬我覺得還是上面吃 比較好 所以巧克力鍋就是這麼做的 對 巧克力這麼做 巧克力把它把它處理好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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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對 會怕 現在要用小火嗎 還是持續大火 它最後的時候就是 有點像我們在炒 太濃了 那種芋頭金砂有沒有 幫它板砂 它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就快了 現在是大火嗎 大火 持續的都是大火 然後這樣就差不多可以 手要小心 它要可以開始 搞定 很想用餐 然後各位如果待會兒想要吃它 有點冰糖那種硬硬的那種感覺 就直接拿去冰水下面 就很像拔絲地瓜的感覺 所以現在 現在直接進去嗎 對 現在直接進去 好 1 2 3 可以 好 起來 它很漂亮 很漂亮的 有嗎 有硬硬的嗎 有嗎 硬了嗎 有嗎 有嗎 有脆脆的感覺 有脆脆的嗎 它一直有點像拔絲地瓜 那種有點脆脆的感覺 好吃 好像有冷的感覺 很好吃... 對 是不是 今天幸福料理餐讚不讚 讚 好吃 我覺得不錯啦 我覺得就是 大家自己動手做有沒有 總比我們在外面買 還來得健康 對 真的喔 而且食材來得更豐富 更營養是不是 是 馬上進行我們下一個男語